这位测试,你觉得哪只红梅和你气质相符,测她会不会越来越爱你,A,因为你的坚持她一天比一天更爱你的,你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,是你比较爱她,而她对于你的感情是非常的淡淡,但是你觉得只要你坚持到底,她一定会爱上你,你对她是全心全意的好,一切的事情都是以她为主,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给她一些小的惊喜,这样的你让她越来越放不下,慢慢的她就在你的坚持当中沦陷了,虽然这个过程很辛苦,但是最后你得到了她的爱,你们两个都是用真心去爱对方的,感情会变得一天比一天好,比她不会越来越爱你,你们两个有着相同的观念,对于事物的看法也很一致, 你们两个人是非常有默奋的,有的时候都不用说话,就知道对方想要的是什么,但是你们的感情不会越来越好,她也不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,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,面对任何东西的时候,总是可以很淡定的自己解决,这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更像是朋友,而不是恋人, 你应该适当的向她撒娇,将事情交给她做,不然她会越来越不爱你,C,在这段感情当中,她会越来越不爱你,你是一个很贤惠的人,对于什么事情都可以安排得很好,对于你的那个,她也不例外,这样的性格是很让人喜欢的,但是时间久了以后,他们就会感觉到你对他们的束缚, 因为你喜欢直接安排这些事情,在你看来是为他们好,但是在他们的心中是对他们的干涉,如果你不能为他们考虑,减轻自己带来的压力,只会让他们离你越来越远,到最后她会越来越不爱你,D,她会越来越爱你,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并不是很合适,但是你愿意为对方做出改变,努力的维持着这段关系,虽然她对你的态度是非常冷淡的,但是你一直都在努力,你是一个喜欢到处旅游,看看外面世界的人, 这种活泼的性格最终将她吸引到你的身边,在她发现你的好以后,会越来越爱你,你们两个人也会过上很幸福的生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